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讲讲一些好东西 很棒 福利当然了 不用钱 有得体冲医 也有牙科保健 有些检查 挺好的 政府的 不要经常说 要回到深圳去看 香港的东西很贵 其实政府方面都提供了很多东西 福利给大家 一次过跟大家看看 政府二十大身体检查津贴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其实可能你不说不知 原来其实香港政府 都有很多身体检查 疫苗接种的津贴 无论你男与女 其实都可以受惠 希望大家知道多些 不用特意说到要上去深圳 排不知排多久 说到好像 深圳有香港没有 不需要的 大人 小孩子也有 现在和大家一起直击一下 哪二十样东西 可能你都应该用的 第一个 就是儿童 儿童 免疫接种计划 香港儿童免疫接种计划 就是这个母婴健康院 为初生到五岁大的 婴幼儿童 提供免疫接种的服务 包括卡戒苗 月形肝炎 白猴破伤风 无细胞型 白日咳 灭活小盐麻痹 混合疫苗 肺盈求菌疫苗 水痘疫苗 麻疹 流行性 肺腺肾炎 和德国麻疹 混合疫苗 这些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打开的 是 我记得的 那时候年轻人 他一到时候就说要打什么 打什么 打什么 那时候有了一张针卡的 那时候 我们去那些 是在那些母婴健康院 又说要验什么 最记得就是 通常一到某个时候 就说出水痘了 接着个个就 对了 就是这些家长 有时候看小孩子 小孩子 一天你就早点 出水痘 因为出了水痘之后就有免疫了 别烦了 好了 那说完这一个 其实呢 第二个 就是季节性流感疫苗 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尤其是现在 在疫情之后 有人就觉得好像 那些流感厉害了很多 那或多或少都可能是 又或者变相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个疫情几年 戴了口罩 我们的免疫力 抗体少了 那所以 尤其是 小朋友 年轻人 他们本身出生到 现在复尝 他们的经历 就是一年四季 他们的病毒感 就是我们旧时候 年轻人 Idもう 也会有一些 重心 expertise 正所谓 把感冒底感冒吃 自然的 能够担心 因为身体 由政府安排私营合作外展队 又或者卫生外展队参与这个计划 在中小学幼稚园幼稚园企幼儿中心 幼儿中心的学童免费接种 季节性流感疫苗 说到至于不参加这个外展计划的学校 可以透过疫苗资助学校外展 这个计划 按照计划下提供外展疫苗接种的医生名单 邀请医生去到学校 提供帮忙打针的 第三件事就是这个 我相信各位听众 网友们 你都一定用过了 很大机会用过 就是这个学童牙科保健服务 无论你的子女或者你自己 有机会都可以 我很记得的 既然有一次而已 去到学童牙 没问题 很简单 卫生署为全港小学生提供 每年一度的基本牙齿和口腔 健康护理 学童会被派往学校附近的儿童 学童牙科诊所接受服务 包括当时教你如何拆牙 拦一下口腔之类 很基本功 口腔护理指导 口腔检查防御性牙科治疗 和基本牙科治疗等 特定时间的急症服务 如果急症应该都要收少钱 不过36元 OK 另外 就是身体检查 我记得有这个学校 到十多岁 十一二岁 那些差不多了 又是母性健康染 检疫检验 腰骨 有没有拖来拖斜 对不对 这个是卫生署学生服务 为中小学生提供的周年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生长 营养血压 视力听力 脊椎 心理健康等等 那些健康评估 个别的健康辅导 和健康教育 如果学生属于符合资格的人士 就可以免费使用学生健康服务 那时候试过 好像有 闲一下眼睛 好像有色盲 好了 接着这个很厉害 很多人都必然会利用到的 就是我们的长者医疗券计划 长者医疗券计划 65岁以上 持有香港有效身份证 长者提供医疗券 每年是2000元 最多累积是8000元 以电子方式透过医健康就发放 当然 医疗券 适用于 以登记参加计划的服务提供者 例如西医 中医 牙医 士光师 你不需要二孙登记 其实你现晚很多都有 走过去 通常都会说 你医疗券 要现晚的 之类那些 就出事身份证 就帮你搞的了 好了 除了这些基本之外 又有听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关爱基金的长者牙科服务资助 我也没听过 长者牙科服务资助 由关爱基金的长者牙科服务资助 项目是关爱基金 其中一个援助的项目 就为了为符合资格的长者提供免费 口腔检查、洗牙、补牙、双牙、X光检查 长者可以前往长者中心、社区中心 又或者指定的牙科诊所接受恩选 以及进行申请 其实牙对老人家来说也很重要 不是说牙齿当金洗 吃东西 吃东西 经常都说 老人家 咬不到 没有牙齿 吃要留质的东西 好像吸收营养不够 其实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对那个心灵 人家都会有些影响 朋友出去 看到那些孙子 或者看到那些年轻人一起吃饭 吃不到 就是个人很没人 都会的 所以牙齿也很重要 另外 就是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为合资格的人士提供季节性的流感疫苗 免费接种计划 以及为65岁以上的合资格长者 免费接种肺炎求菌的疫苗 可以免费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人群 包括孕妇 居于护理院寺的人士 50岁或以上的人士 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士 医护人员年龄介乎6个月 甚至未满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 加勤业的从业员 以及养猪 陶宰猪脊的行业相关的人士 都挺好的 挺多的 其实政府覆盖了很多人群 在这方面 另外 医疗券费用减免 医疗费用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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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收入人士 长期病患者 或者贫困的长者 也可以去指定服务单位 申请费用减免 其实有的 有时候看医生 你去到医院 或者突然可能要做什么手术之类 你可以有些申请 当然 香港的肯定是先和医疗你 之后慢慢再跟随 可以协助他们 所谓的 豁免了他们 医疗开始很大 你不要说 现在有些人在咬咬声 你不怪得政府有时候 说到是时候要什么 都要检讨一下 甚至乎是否加少许价 明白的 压力很大 另外 就是地区康健中心 这些地区康健中心 是做什么的 主要是帮市民提供基层医疗服务 就说 只要你持有香港身份证 或者豁免登记证明书的人士 又或者香港居民 11岁以下的儿童 和同意加入电子 健康记录互通系统的人士 都可以登记成为地区 康健中心的会员 服务的范围 包括健康推广 健康评估 慢性疾病管理社区 康福服务 医务查询 医务咨询 可以得到$250 当然 差额由使用者 自己就要补回 致富费用上限$150 原来有很多津贴 还有 这是中医 有些人不看西医 喜欢看中医 政府资助中医门诊服务 在18间中医诊所 科技教研中心 位于地区层面上提供了 政府资助门诊服务 有什么人可以参与呢 就说拿着香港身份证 或者获得入境或者逗留准许 而从获得香港身份证 或者11岁以下的香港居民 可以得到中医内科 针灸骨箱 或者推拿资助服务 每次诊诊收费$82 如果拿着中匯或者长身份的人士 更加豁免收费 所以其实也挺好的 是的 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也很喜欢 都收得很少钱 中医不便宜 还有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度计划 原来是针对45岁以上的香港居民 提供便利的糖尿病高血压西茶服务 度身订造健康管理方案 控制慢性疾病风险和因素 费用部分由政府提供 鼓励市民尽早检查一下 合资家的市民可以 全往地区健康中心登记成为会员 加入医健通 报名参加自行选家庭医生 其实你去到40多岁 如果你平时喜欢大饮大舌 又好不理自己身体健康 有些人就开始担心 这些是政府预防 做一个预防性 有些血压高 糖尿 有些什么三高 什么高 我告诉你 希望趁你年轻 还年轻的时候 及早做一个 扭转 如何扭转 做运动饮食方面 给一些建议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你如何注重自己身体健康 饮食均衡 做多些运动 休息定时 没有不良嗜好 那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事情 这个也可以说 健康 记住 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 有多少有钱人 去到有钱的时候 他们是注重最后 他们注重那样东西 就是如何养生 如何可以健康 因为 到他得到世间财 但是发现告诉你 最难得的就是健康 这个 有些人拼搏了几十年 拼搏完之后 五楼七箱 后来发现到 钱都给了医生 所以这件事 要自己去珍惜一下 因为健康 跟年纪 岁月都是一样 留不住 很容易就走了 另外 很多人都会去检查 因为跟我们饭食习惯有关 就是大腸癌 西茶计划 这个计划指50到75岁 没有病症的香港居民 在私营机构接受西茶服务 57岁或者没有病症 是预防大腸癌的 这个检查 由政府大幅度资助 每次诊证可获得政府资助 280 真是厉害 如果真的要切息肉 就会定额资助8500 如果不需要切息肉 可以获得定额资助7800 大腸镜医生 提供大腸镜检查基本服务时 也可以向参加者收取 不多过1000元的额外费用 还有月形肝炎的评估 加计会月形肝炎评估 诊所为月形肝炎带菌者 提供化验和跟进服务 按情况为月形肝炎患者提供药物治疗 专科医生诊诊 诊诊收费400 检查化验 百死 另外 乳癌 西茶先道计划 这个计划 年龄较44至69岁 而且有某些组合的 个人化乳癌风险因素的妇女 因为可能有机会 患上乳癌的风险增加 所以考虑每两年接受一次 乳房X光的造影检查 卫生署推出了乳癌 西茶先道计划 在三间妇女健康中心 和十间母婴健康院提供检查 香港居民先要付3001 这是年费 就可以用225元进行乳房X光造影检查 如果你是有经济困难的人士 例如拿进行乳 是不需要钱的 也需要可以安排接受超声波 这些预防检查 所以政府在这方面 为了大家健康也做了很多事情 有些计划我也没听过 可能你也不知道 还有子宫颈普查计划 母婴健康院为25至64岁 曾经有性行为的妇女 提供子宫颈检验服务 持有香港身份证 或者卫生署处长认可的人士 即可得到100元 接受子宫颈检查 另外 就是卫生署 妇女健康检查 卫生署妇女健康检查 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苦科检查 为60岁或以下的女性 提供基本的健康评估 身体检查 也会视乎个别人士 需要经过医生评估之后 提供血液检验 大肠癌子宫颈乳癌的检查 合资计人士 费用大概每年310元 另外除了女士之外 男士也有的 加计会男性保健服务 有什么保健服务呢? 对的了 有些人说 这些真的 某个人 应该扎了他 不迟 加计会男性保健服务 是帮男士提供 书精管扎结手术的 已婚男士 需要带老婆 一直出席手术前的 辅导面谈 拥有居港权的人士 手术费是3300 费用已包括 书精管扎结手术 和局部麻醉 另外 婚前和生育准备的 检查服务 加计会 婚前检查生育计划 检查是帮 你生孩子 之类 每天 可能会有 地中海贫血 或者有遗传性疾病 这个检查内容 包括血液化验 精液化验 尿液化验 病人指導和健康评告 由医生 诊症解释化验结果报告 只需1000元 由护士解释化验报告 750元 大概250元 当然要找医生 最后 终止怀人服务 这是家界会为妇女提供合法终止怀人服务 终止怀人服务 包括商议和评估终止怀人风险 进行身体检查 以确定 就诊者是否适合终止怀人 拥有居港权的人士 以药物终止早期怀人费是3800元 终止早期怀人手术局报麻醉费是3800元 监测麻醉费是2000元 其实也有很多 原来政府也有很多津贴在不同方面 不要只是说香港的牙科贵 你经常都听到 原来 你合资格的话 可以得到政府很多资助 所以 希望大家知道清楚 其实都要帮忙 有些人就说 我加了这么多 希望可以 拿回福利的东西 现在就告诉你 好 那么今集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